悠悠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他又跟你说什么了 他需要跟我说什么吗 说你是个一无所有的凤凰男 和我结婚只是为了林家的财产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这样啊悠悠 是啊姐 当初是你说不在乎 沈哥哥的家事地位 要不然爸也不会祈祷住院了 叶景天是我爸的私生女 一年前被沈浩发现接回家 我爸绝对对他亏欠拼命弥补 结果这就是个白儿了 现在想想 可能都是他早就预谋好的 你说得对 爸现在住院了 所以林氏还有升天以后的项目 都由我来负责 就是个初诺 现在怎么好像变了呢 悠悠 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 我倒要看看 你河夜景天怎么演戏 今天太晚了 我先回去 我明天再找你好好聊聊 叶悠悠 你又想耍什么把戏 让我先去 你去吧 你去吧 林氏佑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刚才为什么说要跟我离婚 我只是为了安抚陈泽光 不要因为我结婚损害申田的利益 姐 原来你是为了我的项目吗 你说的项目是我和沈昊的项目 我 我累了 要先去睡了 今天太晚了 你就留下吧 不是 他什么意思啊 他今天竟然主动留我过夜